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日透過《華爾街日報》和《日經新聞》 同大家跟進下今日 你必須要知道的國際新聞大事 Fortune Insight明白廣大市民對高質素科技、金融、政治資訊有極大需求 然為各位讀者提供全年字底訂閱優惠 只要以電郵測成為Fortune Insight Prime免費會員 並輸入優惠碼Net 2023 即可以500港幣訂閱《華爾街日報》一年會籍 又為詳情請留意這條片下面的影片簡介欄 首先美企搶AI人才大戰 不惜開出近百萬美元年薪 美國企業正掀起一股AI職位招聘熱潮 為了吸引頂級人才 一些公司願意支付接近七位數的年薪 娛樂和製造等行業的公司鄭敬商向數據科學家 機器學習專家和其他擅長部署AI技術的從業人員 伸出感攬支 希望抓住AI的潛力 搶人大戰 推高了技術專業人才的薪酬 促使企業精磨向求職者推銷自己的能力 以免輸給競爭對手 愛心節 Accenture ACN等公司正通過人員 趙聘和內部培訓計劃來建立自己的AI專業人才庫 包括科技公司ServiceNowNow在內的其他一些公司 則表示 他們對收購規模較少的最初創公司持開放態度 以此作為獲取AI人才的一個途徑 企業競爭開出高薪 趙聘人員表示 由於意識到請手的AI專家 可以獲得多個工作機會 許多公司開出六位數區間中段的年薪 以及獎金和股票獎勵 以吸引經驗豐富的人才 Match Group MTCH旗下在線約會平台 Hinge正招聘AI副總裁 其招聘廣告旅 開出的該職為基本年薪為33.2萬至39.8萬美元 Aproc運營一個為自由職業者和其他專業人士 提供工作機會的平台 該公司正招聘AI和機器學習副總裁 其招聘廣告旅列出的該職為年薪為 26萬至43.7萬美元 與此同時 Amazon、Amazon、Amazon正招聘英用科學和生成式 AI高級經理 招聘廣告旅列出的最高年薪為34.03萬美元 軟體公司的首席執行官Crystal表示 我們正在努力招聘 但這個市場現在熱得發堂 該公司計劃招聘一名高管負責生成式家業務 還打算對現有工程師進行再培訓來開發此類產品 招聘人員稱,薪酬再逐步上漲 因爲現有的皆從業人員供不應求 尤其是中級胡教高級職位 高管獵頭公司Liquid的合夥人 兼美洲歐負責人Project Growth You 這是純粹的市場經濟 多年內,他一直在該公司 從事高級技術人才的搜尋工作 他表示,抹發像變器法一樣 多出數以千計的曬開發人員 產品經理以及其他人員 AI職位的薪酬因所需經驗和招聘的公司而異 總薪酬通常還包括獎金和股票薪酬 這可能會使整體薪酬大幅提高 NetflixNFLS為一個機器學習平台產品經理 報出的總年薪多達90萬美元 上個月,在好萊塢演員和編劇罷工之際 該職位的招聘啟示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關注 並非所有AI崗位的薪酬都如此豐厚 在主宗進行薪酬調查的未來韜月 Willis Towers Watson Weltree的數據顯示 日益常見的提示工程師職位的平均年薪 總計約為13萬美元 從事機器學習產品開發的工程師的 平均總年薪為143589美元 許多歲崗位都要求有計算機科學、數學 或數據科學方面的學位或資深經驗 處和招聘獵頭說 自從大語言無形 令各種判斷基於概率而作出口 若對統計學擁有深厚的理解力 將時有幫助的 高級AI崗位可能患要求具備管理經驗 招聘獵頭和招聘經理們表示 他們目前留意到 應聘數據科學或工程崗位的候選人 開始在自身現有的職務名稱或專業簡介中 加入些表述 以其更能吸引到著的關注 Brose 月 這其中帶有一定的灑花椒成份 許多主如今面臨的挑戰士 許多不同類型的公司都想獲得AI人才 玉爾瑪 Walmart WAM 正在為其對話AI團隊招聘一名員工 每年底薪價於16.8萬至25.2萬美元之間 總部位於新生那提的寶結公司Practor Gamble PG 正在招聘一名AI工程師 標出的底薪為每年11萬至13.2萬美元 高城集團 Goldman Sachs Group GS 的招聘資訊顯示 正在招聘一名AI工程師 年底薪為15萬至25萬美元外加獎金 將為高城新成立的生成式曬項目工作 商業房地產巨頭重量聯行JLL 正在招聘AI從業人員 從事與商業樓宇管理相關的項目 應聘者通常希望了解他們工作的重要性 重量聯行技術部門聯席首席執行官 Mihashayu 應聘者往往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是一名AI工程師 顯然我非常聘手 我為什麽要加入商業地產、行業、 加入重量聯行 我能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Short say 這是應聘者最關心的問題 Short say 它的回答是 重量聯行擁有數十年的房地產數據 這些數據可用於訓練複雜的AI模型 在建築智能、商業地產定價等各方面 帶來幫助 AI人才很難獲得 他們薪酬很高 同時又很挑剔 MC 登文月 他們對工作場所的期望是不僅有高薪口酬 患能從事能激發靈感的工作 因為他們有最終的選擇權 另一宗新聞大事之出後 美國油企要在分紅和增產之間做艱難選擇 華爾街想要石油巨頭的現金 華盛頓則希望油企增產 要讓這兩方面都滿意 難度將會更大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自由價部長後 美國石油天然氣公司荷包滿滿 他們在將產量提高到接近創紀錄水平的同時 還通過派息和回購回饋股東 投資者不斷賺到意外之財 加之近期油價上漲 使能源類股在過去一個月 成為標普500指數中表現最好的板塊 但油價仍然低於去年夏天的高點 拖累了生產商的收入 這將意味著國際大型石油公司和獨立鑽井商等企業 以及從過去一年的慷慨回饋中獲益的能源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 將面臨艱難選擇 現在的趨勢是 企業在有能力的情況下量入為出 數據分析公司Evaluate Energy的高級分析師 馬陽如 石油業在未來幾年如何使用現金 對美國司機和能源投資者都有巨大影響 去年石油公司的高管們通過 將大部分戰時意外之材回拒吸投資者 而非用於新的轉探活動抬高了股價 隨著燃料成本飆升推動通脹率達到40年來新高 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指責石油公司謀取暴利 並敦促他們投資提高產能 油價上漲也逐漸激勵了遊戲公司如此行事 愛克森美副Exam Mobile Corp Exam 和雪佛龍公司Sharon Corp CVX 上一季度的資本支出同比均有所增加 同時派息和回購股票支出夾計達到152億美元 但是隨著支出和收購消耗現金 遊戲公司在繼續投資的同時增加股東回報 將變得更加困難 Factset 為甚的數據顯示 愛克森美副和雪佛龍的現金總額 合計為394億美元 低於第一季度末的484億美元 Evaluate Energy 的數據顯示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 上一季度對美國石油生產的投資首次超過了股東回報 該公司最終的40多家遊戲生產商的資本支出提高到284億美元 同時對投資者的回報總計為254億美元 2019年,這些遊戲公司平均每個季度的項目支出為243億美元 股東回報支出為113億美元 在新冠疫情導致美國燃料需求萎縮後 資本支出曾急劇下降 直到最近才超出疫情前的水平 預近幾個月的產量高於預期 聯邦政府官員將今年美國的原油日產量 預期提高到了創紀錄的1280萬桶 今年的石油產量激增削弱了俄羅斯和沙烏地減產的影響 並壓低了2023年上半年的汽油和柴油價格 較小型勘探和生產公司逃入新項目的現金比繼續上升 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 阿克斯首席執行官Micky Harrup在財布電話會議上對分析師說 我們從未說過,我們不想實現增長 我們只是不想把增長作為目標 許多華爾街分析師預計 近期油價將繼續反彈 這可能會鼓勵更多的轉探活動 市場的趨緊助力了高城集團 Gorman-Sex最近所稱的資本支出回升 提供更高回報的承諾和對能源安全的日益關注 都對資本支出構成推動 其他投資者對提高石油產量仍持謹慎態度 美國和歐盟正通過一系列補貼措施 鼓勵更多使用清潔能源 目的是在未來幾十年抑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一些專家警告說 美國開石油和天然氣的最佳土地已經被轉探過了 這使得許多公司注重削減成本 以及使用能夠更快地在業顏中 轉出更長油井的新技術 傳遞級投資者的資訊是 油氣生產商可以越來越多地做到 小花錢多辦事 獨立天然氣生產商 也的首席執行官Toby Rice 上個月對分析師說 這不是一次性行為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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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